目前HOOPER在做的事情呢 就有一點點像是說 我們自己討論過啦 就是我們自己會覺得說 我們還是維持一個非常 年輕化的organization 就是還是有fantile的部分來 那我們會希望加強那個部分 讓那個部分不是只是 你來體驗或是你來做一些 就是好像你只是路過 什麼之類的事情我們希望說你們來 的確真的是符合我們所要的教材 你要來之前搜一個package 然後你去follow我們那個package 你要教英文你要怎麼教 然後你會教多少小朋友等等等 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可以回報等等 那那部分就還是持續在做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們後來用這樣子的模式去 連帶的做一些社區的問 社區的quadget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那時候 一開始 第一次的療程跟 survey 是一二年開始做的 我們從一二年一三一四到一五 我們每年都有做一個 類似 survey plus evaluation 的東西 就是用固定的問題 然後固定的去做一些社區放談 去搜一些 data出來 去知道說社區面臨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模式 我們設計了一些關於 我們發現健康問題其實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設計很多就是關於健康方面的 的事情 那點他要再說 講了太多在深奧的東西 有點無聊 我們可以講一些人的東西好了 比較有趣講講故事好了 所以講了這麼多 做這麼多好像很行政 很無聊的事情 所以講一點回過來 講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在南美洲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會碰到很多 心色色的人 他不是 我們先講 先不要講秘魯好了 先講那些來南美洲的人 如我 如其他的志工 或是其他的人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去 那樣子 不要講那樣子 要去南美洲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大家覺得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去那種地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去任何遠的地方 或是要去南美洲 是的確 這也是個問題 對 對 OK 還有呢 沒有 想法 蛤 沒有 就大家覺得呢 大家有為什麼覺得 就是想像說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要去南美洲 那是一個藝文化 那是一個什麼 藝文化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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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有呢 因為馬丘不喜歡 OK OK 還有呢 馬加 蛤 馬雅 馬雅 馬雅文化 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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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有馬雅 好 那就先講美國部分 就是 的確美國 就是 南美洲真的是美國後華園 這的確是 就像非洲是歐洲後華園 雖然類似這樣子 就是 像 怎麼講呢 就是台灣最近很紅 那種服務時數 現在還有嗎 還是有 還是有 服務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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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不知道台灣都去哪裡做 但是基本上如果在美國的話 就是有些人會跑 藝術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碰過很多啊 就是那種高中生 欸 想要念醫學院 然後就 來 過個水 拿個 拿個證書 那種簡法 不管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就 欸 我拿到這張證書 或是我來這邊 做一個東西 可以寫resume 很好看 走回去 那我們在美 我們那邊 就因為美國進馬 所以我們會收到一些美國證 這樣子的case 那 那 嗯 對 就是 你會讓 會讓 會讓在地人不是很開心的 就是對我們這種 對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子的 模式 因為 你沒辦法 教 也不是說教 就是你沒辦法正真深刻的去 跟這些人做 產生溝通 因為他很先入為主的概念就是 我來做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purpose 我要 我要去神經學校 我要去什麼 所以你沒辦法再 真的是 利用一些對談 或是利用一些開會 利用任何 package 利用任何email 或是實際顯示的方式 去溝通 跟他們解釋說 做這件事情的利益 跟背後的動機 還有社區到底辦什麼事情 等等 所以我們到最後就盡量的 我們到最後就不受眾人 我們到最後就 用一些比較嚴格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要面試 我們要 我們有要求 你要待多長的時間等等 我們就後來 對軟體的篩選 就真的比較嚴格 因為 我們真的沒辦法產生對話 我們不是說沒有給這些的機會 就是我們有試著要去跟你們對話 對 但是後來 幾次下來我們就覺得 好像不太行 就沒辦法 所以你們很嚴格之後 然後智工的人區還是很出名 沒有欸 下降好多 兇子啦 對啊 就是會下降的少 尤其是在 非 非 因為就算還是學生嘛 或者什麼 就是暑假寒假人 還是比較多 但是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就恐常老很大 所以智工的主要族的人力 資源之外 也是你們的主要的 收入來的嗎 不 嗯 一半 對另外一半 對 另外還有 你會碰過什麼人呢 好吧 我 那剛剛沒有及到 我覺得有一些人去 是為了逃避 對 我同意 我不否認這句話 我們碰過一些 我自己啦 不是我們組織的人 就是我會碰過一些 你不要講名字好了 就是他 不是啦 好啦 這是我自己的 他是一個韓國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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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是 類似韓國的國和會去的 在當地交點 他們就會 因為韓國就是 因為黃小就直接開學校 然後就教什麼書 這樣子 然後 我忘記在哪個 就NGO的場合 碰到他吧 然後就 然後就聊聊天 然後就說 那你為什麼會來這裡 因為畢竟 有點遠 然後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亞洲 然後就聊一下演講 他就說 他這邊 教英文啊 教電腦啊 什麼時候的 我就說好啊 那有機會就互相參觀一下 畢竟跑去家 然後聊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就 就留了一個電話 然後再隔了兩個禮拜五 我就跟他說 我就傳一個演示跟他說 那是禮拜五 然後就傳一個演示跟他說 那個 就是 反正要不要禮拜六出來 喝個咖啡 我們可以聊一下說 在那邊工作那麼久的啊 都住那麼久的 心酸血淚痴 什麼之類的 然後 他沒有回我 然後 然後禮拜六 欸 他等我了 忘記了 然後禮拜六的時候 我就再傳一次 等他有回我 他就說好 然後禮拜六的時候 我就再傳一次 但他就沒回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就算了 我就想說 我就忘記這回事 然後隔了一兩個 隔了一陣子之後 隔了兩個禮拜吧 突然之間我們社區就有人 跑過來跟我說 欸 那個 你認識那個某某某嗎 我說知道啊 他就是很難得 就是看到一個人在那邊待 因為韓國人 他們有時候也是做Rotate 而已 就過了會 他在那邊待了一兩年 兩三年 然後很難得 我說他走了 就是他的二位 不是韓國 是上天堂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蛤 我就嚇到 我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到底怎麼樣 我就請他去問 然後 他問完回來 跟我說 他 他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就 有點想不開 然後就 就 就走了這樣子 然後就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很少會在 挑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以為 因為沒有很深交 所以想說 就 就這樣子 然後隔了大概半年吧 我去立馬參加一個 是Conference嗎 還是什麼 Anyway 反正就立馬一件事情 我到另外一城市去 然後也是碰到MGO的人 然後 我就說 我就說 我是什麼阿德基巴來的啊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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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是阿德基巴來的 那你認識某某某嗎 就是那個直接走掉那一個 我就說 我認識啊 你怎麼會認識他這樣 我們之前認識很久了 那他其實是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走嗎 我就說 他聽說是工作壓力太大啊 怎麼樣 那樣的 他說他其實不是 他說他其實是 因為他有一些 怎麼講呢 就是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然後有一些性別認同的問題 然後因為在南韓這樣子保守的國家 他沒有辦法被接受 所以他只好 算是逃離自己的家鄉 逃離自己的家庭 逃離自己的家庭 逃離自己所有 生長的背景的一切 逃到一個南美收入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認識他 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 他到底是誰 他背景的地方 然後就知道 他到這邊來 然後做一些 他自己覺得 讓他自己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這樣子 但是到最後還是 就還是過不去這一關 所以走掉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其實 就是 我蠻shocked的 就是 因為就剛好 就是因為剛好就是傳點訊給他 那一兩天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 這是最critical的案例 對我也就是 其實在南美收有一些 人 那有一些人 他其實是可能 我後來有去反思說 嗯 所謂的逃避這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逃避 就是 對一些 像我可能指探檢查我不想要到的 就是 對很多 很多人 很多志工的人 他們可能是在自己原本的家鄉裡面 受到了 某樣程度的壓迫 或是怎麼樣的discrimination 他必須要到一個 這麼遙遠 離開自己家的國度 去做志工 這件事情 那 他的志工 三號可能是幫助別人 那三號也可能是在討論他自己 那 我覺得那個行李城 面試 是 我覺得很沉重的 那 你有時候 在 外地久了 有時候會聽到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 對阿 這是一個其中一個小插曲 所以你就是 在國外 就是在南美洲 你會聽到這樣很 不是你的 不是每件事情 當志工都是一個很 很好像是 我是為了 光明磊落 我好像要做成善事 有時候只是 就是對自己 過去 或是對自己 沒有辦法接受 或是怎麼樣的事情 就心心色色的人 都有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會太沉重 對不起 就是我真的很想講這個故事 就是 就是一直沒有苦無機會講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大家 就是 請說 因為是他死了 那別人要怎麼說 他怎麼死的都可以 說不定他不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而死 我同意啦 但是 就是 我省略掉一些事情 但是是真的啦 就是因為他有 就是 好 他跟他有過一段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可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就是 假如我現在死了 那搞不好我前男友覺得是他 他造了你 可是搞不好不是啊 我同意啦 但是 搞不好是我那天 就是突然就是 就很想死啦 對 因為好 就是因為他們在交往的時候 他手上有一些痕跡 然後他跟我 他就問他說 這是你 就是怎麼了嗎 還是什麼的 他就跟他說 他之前過去的生活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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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其實是想要變性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太貴 他自費 那他其實保守國家 有辦法結束這樣的事情 等等等什麼的 所以他其實在剛才之後 有試著嘗試過 要 就是 剛才出來講 然後 對 就是 這一點就是 就是背後故事 我沒有講出來而已啦 對 然後 對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可能 因為我不是念才靠的角色 所以 這對我來說 其實是有點 衝擊的 就是 因為我自己 某種程度上 我也是在逃避某些東西 然後我試著在那邊面對 或是在尋找自己 或是什麼 whatever 但是他可能 面對到的東西 他可能要背負到的東西 可能比我 更沉重 或是更深層 對 那 我只要講 就是出國 就是不要把 當 反應 或是去 去國外做什麼事情 想的太 美好 就他 只是人生的 某種人生的表現 某個人生的 縮影 或什麼之類的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 就是好像 哇 你是一個 天上掛的光芒 就是有頭髮 你頭髮 並不是這樣子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多一些 一些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在裡面 對 他不是 他不是就只是 好像表現一個東西在那邊 他其實有很多很深層的東西 在每個人的室裡面 他會這樣子走 為什麼 那 對啊 那個是還蠻有趣的東西 你會不會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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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 cottage